復星醫藥向衛生署提交 降低伏必泰疫苗年齡下限 去到12歲的第三期臨床數據 據了解,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 通過降低接種年齡的建議 食衛局則說收到建議之後會盡快決定 有俊華報導 復星申請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種年齡下限到12歲 政府說衛生署收到藥廠的數據 轉交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審視 一旦有結果會盡快做決定 據了解,委員會已經建議將復必泰的接種年齡 由16歲下降到12歲 委員之一政府專家顧問許雪昌說 所有委員都支持調低疫苗接種年齡 另一名專家也呼籲家長要被子女接種疫苗 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也通過 今後只有死亡個案和疫苗接種有潛在關聯才會公布 不過袁國勇說應該連同沒有接種疫苗的死亡數字一併公佈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不是要隱瞞個案 強調市民下個月開始可以在網上查閱有關資料 不是說每一個個案我們就行常這樣報 這個其實我們都做了 我們也都不會是說收藏有些什麼個案 是有潛在的關聯的情況下 是會公布 這個我們覺得是更加清楚的 由4年時記者由進華報導